春节将至这周六三号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与瑞芳疏导学会 共同在瑞芳区民广场举办 Longsy Videoli 挥豪振春联活动 特别邀请国内书法名家林聪明等多位书法名家一同挥豪振春联 不仅可以选取各式各样风格的春联 还有客制化吉祥家具 或者在春联上画上龙年图案增添趣味 今年区公所在我们区民广场 就是这个礼拜六办理大事会好的一个活动 喜爱春联的朋友希望把握这一场 今年只办这一场的活动 很重要的是这一场的活动 我们又搭配你只要在我们的脸书打卡分享 那就会有我手头上这一个幸福的祈福小卡 这个吊式可以放在你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 让新的一年来祈福 瑞芳区区长表示 春联是中华文化悠久的传统习俗 每年与瑞芳书道学会 共同办理春节会好活动 期望将书法这项艺术瑰宝持续发扬光大 现场也设了很多摊位 包含有一些防炸的一个宣导 还有夏宏队的一个CPR 那现场还有搭配那个军雪车 那其实当天的活动很精彩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的体验这一些活动 此外区公所邀请大家加入瑞芳区公所官方脸书粉丝页 拍照打卡后出示工作人员可以兑换精美礼品 祈福吊饰卡一份 卡片上可以用毛笔写下您的龙年新希望 或者写下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送礼自用两相仪 希望大家提前感受年节气氛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